马上到中秋节了哈 一今天教大家做一个油脉大虾 都是在香味剧去 到处家门人吃饭的时候 你就拿下赛住这个亲戚的嘴 他这样他就不会为你学习 勾他走的笑的事 准备好大虾之后 剪掉虾嘴虾脚虾虾虚 开背去虾线 复制来天之后 就会得到一盘处理好的大虾 把锅加热 倒入胡极花铺 罚小炸花生油 嗯 这花生油真小 有妙啥 它精选20%的油脂花生作原材料 不光是太好 传承胡档鸭干工艺也很大 所以炸过来的花生油 浓郁很香 油着之后倒入大虾 放进之后 你千万不要害羞 要不这个虾就赚一口钱了 一面煎变色之后 你就翻面煎了 煎至两面金黄之后 就可以按压虾骨 把里面这个虾油挤出来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虾捞出来 备用了 锅里油不要倒 直接倒入快门 把虾倒回关键 开始调味 一勺盐 一勺料酒 有三勺讨 翻炒均匀后 给它盖上盖 大火出汁 好嘞 出花了 真香啊 大啥人啊 美丽 之所以这么好吃 除了我的口气非常在线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这个胡极花 无法搅扎花生油 做出来的饭滴香 因为胡极花 是只做花生油的 专业花生油品 还一去除黄芝梅毒素 专利技术 零散是指纹 吃起来更安心 而且这个胡法小炸工业 还是非物质 卖化遗产 你周秋送礼送这个 笨有面子 感兴趣的可以去评论区看看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把我送过去 我给他不做 悠悠大伤 真香 好 好